新闻首先来看到 再过几个小时 日本就要举行众议院改选 这个结果很可能影响 接下来的日本政局 以及首相安倍晋三 能否继续贯彻他的经济方针 而根据日本最新民调显示 安倍晋三领军的自民党 预期将会大胜 而且极可能拿下超过300席 自12月2日公告众议院选举 14日投票后 日本各大报的民调都显示 执政联盟自民公民党 渴望大胜 越接近投票日 民调更显示 自民公民党 更渴望夺得逾三分之二席次 甚至自民党可能独夺 超过300席 但也有批评人士认为 安倍的经济政策 是为了掩盖推动其他争议性的政策 这些有争议性的政策 包括重启辅导事故后 闲置的核电厂 解定宪法对日本军队赴海外作战的限制等 也有政治分析家担忧 安倍一旦慎选会把提振经济的优先顺序降低 因此提醒安倍 如果有机会再获得四年任期 应重新考虑政府的工作重点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本集完整的核电厂 本集完整的核电厂